大家好 我是莫妮卡吉布森 这里是本周四的斯拜克控制器 像往常一样 我们为您提供三个主要货币队的 银行同业拆息基准价差数据 过去24小时 欧元美元平均价差为0.29个点 昨天的最大价差达到两个点 长期上高点和低点的分离为70个点 但随后汇率从低点1.2884上涨 昨天下午1点49分 在上涨期间价差高出日常水平 但您能看到的最大价差 不会超过两个点 英镑美元平均价差 仅略高出一个点 短期和中期甚至更低 每日峰值为2.2个点 过去24小时 该货币队持续看涨 已经上涨超过1% 也就是178个点 触及高点1.6265 新闻报道的时间 与峰值时间不匹配 双方最大分离为格林尼治时间 昨天下午6点12分 出现的2.2个点 最后是美元日元 长期上平均价差和最大价差 分别为0.28个点和1.4个点 该货币队持续上涨 共上涨了0.47% 也就是50个点 加差变动较为平静 最大价差为昨天上午10点53分 位率下跌期间出现的1.4个点 以上内容为本周四的斯拜克控制器 投机数据每小时更新 敬请关注